观众们看一下盘龙式酥皮烤面包 操作非常简单啊 看还快速来我品尝一口 外皮略有酥脆 里边软弱有奶鲜味 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尊敬的网友们你们好 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盘式酥皮烤面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天学做菜健康自然来 首先准备500克高级面粉 放入4克的食盐 搅拌均匀 准备280克的牛奶 温的下的前凉的就可以 喜欢酸味的可以放酸奶 放入50克的白糖 把白糖融化 放入4克的酵母 搅开 融化以后 倒入面粉中 搅成面具 准备一个洗干净的鸡蛋 放在碗中打散 倒入面粉中 再放入35克的色拉油 玉米油都可以啊 喜欢黄油味的可以放黄油 搅拌均匀 盆底下没有干面粉了 合成一个面团 再放在面板上这么搓 搓个三分钟左右 合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不用搓出手套膜 放在盆中 扣上盖 松弛15分钟 不要让面团发的太大 时间一到 松弛好的面团 放在面板上 油个一分钟排排气 搓一个长条 下成四个劲 再把面团这么油一下 这么搓一搓 做个馒头形 做好以后扣上盆 再松弛个六七分钟 取一个面劲 用手 按一按 擀一个长方形的面片 擀的薄一点 大约2毫米大片 抹上一层色拉油 喜欢黄油味的 可以放黄油抹均匀 用手从一头卷起 卷得紧一点 卷好以后 搞手捋一下 下面这个口路压底下 压在中间最好 用菜刀从一头切开 切得准一点 头这块留一块不要切开 不要全部切断 切开以后 把这边刀口处从上 从一头盘起来 不要过于紧 一会醒发 太紧就容易裂开 盘到这 这头上下劲 这头上 两头上都可以 那边 就是拧个毛发劲 旁过来 把这个头 塞到这个里边 这么一压 第一个生皮完成 下一个以此类推 最后一个 再给大家做一个 从一头卷起来 结果就卷得紧一点 卷好以后 和手捋一捋 下边的口 一定要压底下 尽量不要用刀切了 或者从这边切 两头切都可以 头上留着不要切开 切开 切开以后 把一面包孔冲上 从一头这么卷起 这是面包中 有时候最简单的了 这边 搓个麻花劲 上几个劲就可以 往上一盘 水刀这边 看 一定要压进 四个生皮 全部完成 再放入烤盘上 醒花纸 一倍半大 扣上个盖 防止干部皮子 利用这个时间 咱们准备点蜂蜜 或麦芽糖 都可以 兑上点水 搅均匀 面包 醒发好以后 刷点蜂蜜水 刷均匀 起到上色的作用 尽量刷均匀 刷好以后 撒下点芝麻 撒均匀一点 烤箱提前预热 上面温度调到一百九 下温调到一百八 烤箱力有差异 看一下 拐上大约二十分钟 好 时间一到 拿出 好 摆在盘中 好 盘龙酥皮烤面包 完成 网友们看一下效果 记住过程 看 外皮非常的酥脆 一天 为大家掰一下 里边非常的远 是吧 注意事项 第一次 醒面不要发大劲 不要发到两倍大 好 感谢网友们的观看和支持 有什么要求 请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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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